因為他們都真是癌慘 很多人都太癌慘 還有他們將每一個角色發揮到極致 很少人類無端有一個人會這樣相信 那麼頂峰 這個就是我們的名字 PayPay德 我覺得簡直是史無前例的垃圾 很廢的 三尖八角癌癌 我形容PayPay德這個團隊是 一班很瘋的人 我的角色就叫做Tony 他是一個曾經在創科界很成功的一個人 但是曾經而已 現在不成功 所以他有一種自卑 但他又不想被人看得出 所以他用一個自卵去蓋過這個自卑 這個自卵都挺煩的 會經常使得身邊的人不太舒服 和不是很想理他 有少許討厭的 但又有一種又愛又恨在這裡 發覺他很煩 但是 你不理他不行 是的 我的角色就是叫Marcus 在美國馬山理工回來的精英 精英 他自覺有少許懷財不育 明明已經是去到華山理工讀書讀得那麼厲害 但為什麼好像有很多阻濟 最後就有少許轉流角漸 我的角色就叫Never 他的人是很沉的 性格很負能力 人家覺得他是這樣 但他自己覺得自己很樂觀 只不過是他比較少說話 而且一說話的時候 就沒有看到氣氛 就一下語出驚人 那他跟我最相似的就是 我有時現實都在說 語出驚人的東西 那樣是相似的 而不相似的就是 他不懂得笑 那他現在就在練笑 是的 但是我沒有理由選擇 會亂加一點 自己會有機會 基本沒有寫 我直接暗地加進去 自己加進去 我都沒有 我絕緣體來的 我在裡面 我沒有 我沒有 你也沒有 我沒有感情 大家都是沒有 是的 是的 這次的大挑戰是 我的對白不多 但要很精 所以我說每一句話 無論節奏語速 還是態度 其實都很重要 那個角色是不喜歡這個世界的 因為這次是喜劇 下一次我想試一下正劇 就有些認真一點的感情 或者情緒出來了 我想試一下 還有導演跟我說 他覺得我在舞台上 裏面那一份自信 很適合放在Tony的角色 只要把它微一微調 把自信變成自戀 這樣就很適合 那個自戀不算難 但是你要 那個程度 那個百分比是多少 這個反而難 你不要是 見到Tony都覺得 我不想看他 他很煩 這個很重要 還有他有一個自戀裝甲 保護自己 對著不同人 又有不同的厚度 拿捏這個厚度 又是一個 要經常問導演 這個厚度是否合作 其實這個世界 沒有一定的壞人 沒有人天生會說 我是壞人 不會的 他一定是一些 價值觀上 他相信的一些東西 這件事就是 要呈現給觀眾看 某個角度 怎會覺得 他這樣做不對 但是其實他就是要告訴你 我 你站在我的角度看的時候 其實我都情有可言 才做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 在Marcus上 是可以見到的 這個層面 亦是難表達出來的 和導演溝通的時候 很怕要變成那些 我是壞人 我現在是害你 他說你千萬不要演這些 我覺得他好的地方 就是他前半 這套劇的前半 他就會用一些 輕鬆一點的方式 去帶出不同角色的性格 他們的長處看法 對後半才再入正題 去營造一個氣氛 和說回這套劇的宗旨 我看完整個劇本 我覺得最好是 他真的在表達一些 因為他都是一些 創業上的東西 其實創業中間 可能面對很多挫敗 所有人都是 一咬一罰自己 都有自己的問題 但其實他們 就不知為何 那個向心力很強 在製造這個東西的過程中 大家開始了解對方 大家開始接納對方 我怎樣配合你 你怎樣配合我 而令到在中間遇到很多不同的挫折 去到最後 大家想相信大家 大家一起去完成這件事 會用尷尬而不失禮貌的微笑去面對 特別是做這一行 我覺得你的言行舉止很重要 即使你遇上一些 我當不公平的事也好 你不如意也好 都要保持著 給其他人更加有多點的耐性 和禮貌去面對的事情 因為很怕會影響到身邊的人 有時可能見到一些癢癢癢癢的人 第一下會在想 為何會癢癢癢癢 對呀 先了解一下 癢癢癢癢 他為何會這樣 癢在哪裡 對呀 還有癢在哪裡 很差勁啊 他這樣想 我又覺得每個人都是漂亮的 因為IT9裡面 就是我們這些癢癢癢癢的人 都做到那件事 是因為我們出了最漂亮的面 就是人性的光輝